另外呢 我们讲到了刚才呢 这个广东话时段提到 昨天晚间呢 在这个Densix局附近 又发生了一起 这个强势案件 那目前呢 还在警方还在调查中 还没有公布 有没有这个人员受伤啊 包括伤亡的这个情况 那么最近呢 这个一系列的这个强制 包括暴力这个犯罪案呢 使大家在对加拿大的 这个治安状况来打一个问号 到底是不是像以前 这么安全的 到底现在安全状况怎么样呢 还有不是说太晚的时间发生 对啊 9点钟 6点钟9点钟这个时间 真的有的时候是光天化日之下 就包括像这个 little Italy啊 对啊 在这个Eaton Center啊 就是这么多人的地方 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那么最新国家邮报呢 委托这个foreign民调公司 做一个调查显示呢 过半数的加拿大人 都认为加拿大的这个暴力犯罪呢 是在增加54% 那么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呢 是不同意这个看法的 另外女性啊 低收入家庭啊 包括这个偏向保守党的支持者呢 也认为呢 加拿大有更多的这个犯罪问题 可问题呢 是这个真实的数据呢 确实跟这个大家的议员呢 唱反调的 那么7月24号 最新的联邦统计局的数据呢 加拿大的这个暴力犯罪案件呢 这个数量呢 是一直在下降的 虽然说呢 这个总体的是 呈一个下降的趋势 下降了5% 但是呢 凶杀案就是比较严重的 一些这个犯罪啊 包括这个刑事犯罪案件 在增加 那么就是凶杀案 跟这个对儿童的性侵犯呢 都是有所增加的 那么可以说呢 这个大家都要 包括提高一些警惕了 那么最近呢 从这段时间频发了 这个一些原因啊 怎么办呢 谢谢大家